中油在非洲查德矿区探勘石油成功 第一桶原油也已经在日前抵台 不过经营权争议仍未解 原定16日早上经济部要提交查德案报告 不过却还没送达 在立委决问下 部长王美花也承诺 中午以前会先以密件行事 送达各委员办公室 今天送到委员会之后 那委员会会怎么样来进行审查等等 那合不合适对外做说明 那我们要确认委员会的意见 那委员会这边有进一步的指示 我们再遵照办理 2016年中油同意转让一部分股权 给中国企业海南华信 不过原本预计只有转让28%的股权 没想到却变成35% 双方持有相同比例的股权 引起巨大争议 立委就担心 未来经营权是否因此有变化 现在35%跟35% 就变成我们根本就没有影响力 那大家知道说华信跟查德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缜密 甚至中国跟查德 有所谓的行贿的状况 未来中国华信的经营权 被中国国营企业拿去之后 有可能他对于台湾 他就是用侵略性的 后来决定出卖35% 到底是谁决定的 这个决策过程 到底是谁决定的 决策的对象 为什么是华信能源 而不是其他的 这些国际石油公司 立委陈廷飞也指出 这件案子其实是在2016年2月 就已经完成彼此确认 2016年2月之前 仍是马政府执政 也就是说 所有程序都是由马政府的中油官员 经济部官员在处理 到底是谁参与决议 最后又是谁拍板定案 一定要查清楚 新唐人短泰电视 池千里 叶云辱 台湾台北报导